现在的华尔乐坛是越来越神奇了 很多原唱可以免费听的歌 被网红一翻唱 竟然还要收费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要说这二次元神曲 达拉崩巴 不管是落天一和言和的原版 还是周深在歌手上火出圈的翻唱版本 都是免费给大家听的 结果网红范思思的达拉崩巴 不仅前奏借鉴了哈利波特主题曲 还要收费 老郑就想看看 到底是哪个原大头花钱去听了 年轻的小的小的小笔 它说一下我叫 大拉风把笨的背地扑铺铺铺铺 再说一次 大拉风把笨的背地扑铺铺铺铺 是不是大拉风把笨的背地扑铺铺铺铺 对对大拉风把笨的背地扑铺铺铺铺 我曾感尊八月是截止 那也趁你运气中梦化 不得挣扎不做挣扎不去笑话 买辣椒也用券 在17年翻唱的起风了 当时就因为歌曲版权的问题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后来几经波折才解决了问题 并免费给大家听 谁能想到 有着千万粉丝的网红望仔小桥 打着圆梦的旗号 翻唱后就收费 请问一下版权费给了吗 晚风吹起米并肩的摆 反复平回忆留下的帮 你的眼中明暗交叉 一笑呼声话 我曾教青春翻涌重叹 也曾剧剑滩重胸伤 情知所动且就随缘举吧 去年小潘潘翻唱的黄梅戏 不仅引起全网重度 连央视也点名批评 但小潘潘啊 可是人家朝他扔泥巴 他转身怒转八万八 翻唱个DJ版的黄梅戏 还要VIP 真的只能说太会赚钱了 虽说这种翻唱被原唱授权后 歌曲收费的行为是不违法 也不构成侵权 但很多歌手唱的不咋地 也没买版权 却只想着赚钱的行为 确实是有点恶心了 那么你们会去听收费的翻唱版本吗 好了 我是老郑 我明天再见 拜拜